知名电影导演蔡明亮是大马人 家乡的家常菜就是咖喱 他回忆逢年过节 总少不了一大锅咖喱鸡陪伴 因此由他亲自煎制的南洋咖喱鸡料理就出炉了 民众到冀州安文学森林就可以品尝得到 我的咖喱比较温馴 温和的 就很容易入口 不会不呛的 但是这个咖喱有一个特色是我妈妈很喜欢放蔬菜 它的甜度会释放到咖喱里面去 然后就会变成真的是比较温和的一个咖喱 我自己比较年轻的时候跟着一些前辈做家吃饭 就市场去做跟班 发觉做家里面卧虎长龙 会做菜的人蛮多的 那我们吃到什么味道 于是开始有第一道的张透武牛肉面 那这样下来这几年 张透武的牛肉面的故事 然后再加上其他作家的加入 让我们这个茶馆和其他台北市的豪华的 或是路边摊的或是家常菜的 远然有一种不同的 就是我们会有一些故事 在这里面 那我自己是2019年到了古静 因为那时候李永平已经过世了 那我就觉得 她的家人来台北也带着白胡椒 然后我们去的时候又讲了 李永平胡椒园的故事 那我非常感动 那就问她家人说白胡椒对她 是什么意义 她说对我们来说就是家常菜 白胡椒猪肚糖 所以才有了 为了既定李永平这道菜 这道菜色材料简单 热饭淋上咖喱 浓稠滋味在唇齿间化开 特别过瘾 她也分享妈妈总是会在咖喱 加一堆蔬菜 注意营养均衡 也是这道菜特别之处 在吉州安文学森林 民众不仅可以尝到 菜明亮的私房料理 还有15位作家精选的菜色 与大家分享文化与生活的 浪漫与愜意 记者温云郡台北报道